嗨 各位車友大家好 我是李安老師 今天啊 打亂我們錄影啊 外面有學生在 在撞那個鋁筐 所以就 好啦 不過還是不影響我們的 近情啊 好嗎 好 認真聽喔 第一件事情是 賽車營 這一次非常成功 很感謝各位的參與 這一次大家玩得很瘋 那我的建議是這樣 因為有車友就敲碗說 我想在哪裡辦賽車營 那不然這樣好 老師 就是講個方案 大家聽聽看看怎麼樣 如果你們有辦法自己就是 聚集到五個人的話 你看你們開在哪裡 我們就去好嗎 OK 哪裡都可以 當然就是 要 就是可能不要太誇張的場地 不要太偏遠的地方 OK 你不要就是約我去一個 就是 就是沒有人知道賽車場這樣子 然後那個出租車是 就是 不是符合規範的 這樣很不好嘛 對不對大家都有 對不對生命安全的疑慮嘛 是不是因為你們都會想我下去 battle嘛對不對 是不是啊我battle又 又很怕死 你們也知道對不對 我就是 閃躲出名的嘛對不對 靠檢的 OK 所以 欸 對就是這樣 所以如果你們可以聚集到五個人的話 我們就 就可以開我就跟檢獅 然後跟你們約個時間 我們就可以一起過去 因為我們檢獅也會做就是 過程的錄影 讓你們就是留下一個美好的回憶 好不好 好嗎 那因為我是知道有車友在敲那個 零路啊 好嗎 那就 看看零路那個車友 有沒有要聚集五個人 然後我跟檢獅我們就 一起下去 OK 然後再來第二個就是 我們有第一階段 的線上課程補充影片 就是 單數的 那因為我們有做購買紀錄嘛 那我們看那個觀看的人數 好像還沒有到達 那時候購買的人 可能有些人還不知道 那請各位趕快多多來領取 好嗎 來聯絡老師 因為我們都把全線開好了 你只要有那個連結 你都可以進去 可能只是車友不知道而已 好嗎 希望各位就是可以持續的進步 把第一階段學好 其實我覺得第一階段學好 就已經很強了啦 就是出租車battle 應該已經 嗯 含有對手 應該是這樣講 如果你第一階段有學好的話 第一堂線上課程有學好 我覺得就已經含有對手了 應該 不容易有對手了 在那種就是新手啊 之間啊 應該都可以名列前茅 好嗎 然後再來就是 我忘記我最後給他講什麼 讓我稍微想一下 第一件事情是賽車營嘛 然後第二件事情是領取 啊 第三件事情我想起來了 就是那個 有車友就是 訂購了我們的線上課程影片 那因為老師事務比較繁忙啊 你們應該知道 老師現在有三個頻道要run 對不對 一個補習班的 李漢數學思考卓絕對不對 那一個賽車的有沒有 賽道狂人李漢老師 那還有一個流浪漢 是吧 這個頻道要run 因為這個頻道就分享老師平常的生活 老師現在衝浪比較多啦 所以就在分享衝浪啊 那我可能應該也不會變衝浪狂人啦 好嗎 因為我告訴我自己 不要再比啊 OK 不要再爭了 好好的享受 不要再 拼個泥死我活了 OK 就是 Enjoy 學習自己知道就好 我一直這樣不斷的告訴自己 不然我怕我的心 會很想一直去競爭 一直去競爭 好啦 但是我 雖然我最近一直在看 常青組的比賽 因為我想說 我現在44歲嘛 對不對 常青組比賽好像是50歲 我練個六年 跟我賽車應該差不多 可以可以可以 我練個六年 我衝浪練個六年 我現在才剛開始三個月而已 對不對 我練個六年應該也可以 可是我還想說 算算算 還是不要好了 還是不要好了 等一下我講賽車又用衝浪的感覺 衝浪又講賽車的感覺 這樣對不對 好像把車開去海上嘛 把浪板衝去賽道上 那很奇怪嘛 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運動 真的沒什麼訣竅 就是練習 然後 反饋 然後去知道它的原理 然後再繼續練習 然後再獲得反饋 然後再去追求那個原理 再去知道那個原理 就這樣子而已 不斷的循環 然後把時間 培進去 花進去 其實你就會學會這一項運動 所以我覺得運動真的沒有很難 所以如果有報名那個 線上課程的車友 如果你發現 你填了表單 老師沒有理你 好嗎 直接私訊我們 我們有老師的FB 老師的IG 老師的粉絲專頁 李翰數學的也有 賽道狂人的也有 就只有流浪漢沒有 好嗎 因為流浪漢 等他 再更知名一點 OK 好 好 那就這樣啦 提醒一下各位車友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下支影片就是 賽車影精彩花絮 好好期待 我也很期待 我們剪師也很期待 一直越越於是想剪這一支片 因為真的太好玩了 好嗎 等我們下一支影片喔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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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支影片